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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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国家的大小就决定了行为者可以动用自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个国际关系理论呢 它也就用这种国家的大小作为基础来发展 所以发展出来的理论其实大家都二手人讲的 现实主义跟自由主义的两个理论都是二手人讲的 那产生了一种这种剧烈的一个抗 可以说是到了80年代初之后 而且不是从国际关系学界政治本身开始的 到二月面上出之后 有许多这种文学界的这种反思啊 尤其是对于这个主流的这个文学理论的真实嘛 进行了许多的这个反思在导致这种总体的过程 他们冒出来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学 开始影响到文学的区别 影响到政治区别然后影响到文学的反思 最早的答案答案我想知道 有些年轻朋友说的社会反思 关于女性主义的反思 可是女性主义反思当然并不是西方最早出现的 西方最早出现的反思 或者是它算不算是一种反思啊 因为它的出现可能比这个 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社会科学组织更早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讲就是后现代的 后现代的这个思潮其实未必是后现代 后现代的这个思潮里面有很多 它从这个时间的发展来看的话 从这个哲学史的发展来看的话 它并不是后于现在这样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在这个 哲学思考或思想式发展的过程上 同时平行发展的 诸多的思维之一 它后来又爆出来 但是真正对主流 直接产生挑战的 在文学界里面 最主流 直接产生挑战的 还是来自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这样的一种挑战呢 它当然是一种追求的重体 女性主义的挑战 出现了之后呢 这个后现代的挑战 像风起零涌那样 在文学界就冒出来了 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社会科学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挑战 但是我80年代在教书的时候 是在一个 Liberal Arts的学校教书 在这样一个学校里面 你走到哪里 你到哪里都听到 大家跟你讲 Deconstruction 80年代 中族80年代 走到哪里都在讲 Deconstruction 你做一个社会科学家 你不太清楚他们在讲 他们这些年轻的教授 很兴奋的 就组织了这种教授的 教授之间的这种读书会 然后大家开始来报告 讲Deconstruction 我就坐在那里 听他们讲D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就想要去摸索 到底这个Deconstruction 讲的是什么 所以这边还有什么 这个 呃 这个学校 而讲Deconstruction 这一批 教授里面 绝大部分 有趣的就是说 在我那个学校 是女教授 跟黑人教授 我那个教授 我那个学校 是什么样的学校 我那个学校是在19 1972年自治医理所 新的学校 是一种州立大学 那么 这个学校创校 所有的老师 基本上都是这种 基因年代 读书 毕业的 这些博士 所以这个学校 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那么1972年 他们创校之后呢 他大量到全世界各地去招收 这种少数居住的学生 尤其是黑人学生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把 当时那个学校 可以说是把 这个全美国最优秀的 10%的这种黑 黑中英的学生 从这种小地方 最起码把他召到我们的学校 所以我们的学校 后来被哈佛大学的 这个教育学院 这个 在于为说是 八个 Public IT Leaguers 之一 八个公 其实我觉得 没有那么好的 但是因为他很特殊 他就是 他就是做这个 做这种 大量昭荣的工作 所以你就看到 他有 他有 大量的黑人学生 跟这个 女性的这个教授 结果就是 他们对这个 d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的这个风潮 特别的这种 我后面你这样坐在这里就不会太有压力太大 没关系 没有没有做的 我们这里面没有太多大型 对 那 呃这个deconstruction 的这个风潮 这个deconstruction 的风潮 开始影响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影响到 我们国际关系的研究呢 在1980年的本身呢 耶路大学就有一个女性的学者 她开始 透过拉脱啊 她开始透过这种古典的这个 这个哲学去反思政治学的时候 她就特别去强调那个讲话公众的这个spirit 透过这个公众spirit来反省政治学本身如何受到了 受到了这个性的意识的影响 那么从80年代开始 第一个开始进入到国际关系 大概是80年代的中期85年还86年 那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啊 当时看起来简直是离经叛道的不得了 那本书的书名嘛 叫做bananas beaches beaches and bases 这个这个bananas就是香蕉 beaches就是海滩 跟这个basis就是基地 呃这个这个作者叫做好像是叫做 Cynthia Einstein 好像是 是不是叫做 en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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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这个 非常刺激的一本 他讲的就是说bananas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国际经济学里面的 这种planetation 他讲的那当时讲美国在这个 中美国建立的那种香蕉和韩国 但事实上可以apply 到这个拉丽美国到这个东南亚 到这个非洲 讲这个planetation 突然推选在国际经济上的国际政治经济上的这个重要性 这个beaches 讲到就是关锅 文化关锅 这个在国际政治上的这个重要性 这些东西在我们一般讲国际政治学的人不讨论 这个basis 当然讲的就是mini 就是这个军事基地 为什么basis很重要 他是讲这个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地 上这个 Family 怎么经营 这个 这个 多少 这个 位阶以上的 这个军官可以带 带这个 Family 过去 这样的一种女性主义的反思就很刺激了 因为他这个里面他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叫做reproduction 因为我们一般讲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时候讲的都是production 讲的就是生产 那么他讲的是reproduction 就是再生产 再生产也讲的其实就是生育跟养育的能力 他就问你说这个planetation里面的历史是哪里来的 原来都是 各国在这个 在他自体的这个conscious side 养大的 这个健康的这个劳力 为了换取这个货币来付税 所以他们通工必须要到城市去 这个出卖劳力 所以就成为了planetation的 这个主要的劳力的劳力 那这个planetation建立的时候呢 planetation周边就不需要有prostitute 因为planetation都是大量的男性的这个劳力 所以planetation周边就必须要大量的prostitute 那同样的情况你会发现 在这个国际的这个tourism 这个也是围料大量的那个prostitute 那么这个military basis 被换取也是围料大量的这个prostitute 那因为建国去发掘这个prostitute 在这个国际政治经济 国际政治学里面的这个重要性 我们当时听起来都觉得什么啊这个粉丝所持 太刺激了 然后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分析 那么 从80年代中期已降这个 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力量就 开始蓬勃发展 人们就问说到底 国际关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一个男性的科学 一直到今天 我们从80年开始 一直到今天 2016年的话 可以说算起来有多少年 有30年 这个女性主义在国际政治学里面的讨论 很明显的就视为了 你现在看不到 当时的这种 盛况 当时盛况到什么程度 我记得在1999年之后 这个我经常参与的 我原来过去习惯于参与的这种 国际学会 一个是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一个是 一个是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 手续学习 我后来只参加 一级 National Studies的手续学习 因为那个 APSAR 你去的话 永远看到的都是这种 蓝西装 红领带 倒闹暗然的这种 这种学习 如果你到那个 ISC去参加 全世界来的 稀奇古怪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学家 国际关系 也就是 革命者 全部都在哪里 我们大概 应该是说在90年代 在中午以后就开始提起 有趣的是这个机械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力量 是来自于我的母校 就是 Universe of Danford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Universe of Danford今天在 在我们的国际关系学院是非常非常非常保守的 一个学校 这个 当然这个学校普通是保守的 我讲的是说 他的这个国际研究 他这个Scor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今天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学校 但是在我念书的那个时代 它是非常非常radical的 它是那个学校里面唯一的radical 一个学校 这个CIA跑到我们学校去旅库的时候 全校欢迎 我们举学认的人在那里抵抗它 发动各种各样的抗击 抵抗那个CIA 去我们学校去 对我们学校当成是一个 好像搞革命的一个打击地这样 这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跟我一起毕业的那一批的那个同学 就是90 年800年过900年初毕业的这批同学 没有人找不到工作 到处找工作找不到 每个人都是做这种A job professor 做part-time job 这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到了差不多90周的时候 一个一个 都在小学校站住 大概95年之后 大家都在小学校站住 然后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这种文明情感 小学校站住之后 我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 很能够活动的人 他就开始在ISC就活跃起来 开始组织起来 组织当然不是只有他们大量的文明 甚至一乎无反应 其实大家对于国际关系 有不满意很久 就组织起来 到了 大概97年98年之后 ISC的整个的组织结构 开始转变 ISC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在60年代 开始创新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组织 他在里面组织的人都是 跟那个共和党啊 跟这些 都可以说是 研究这个 欧洲统合的 诸位可能对国际关系研究是不了解的 都是当年研究 欧洲统合的这一批 学者集合起来到ISC 他们也是对 主流的国际关系不满 对当时现实的主义不满 他们是主张欧洲统合 会会合 东西欧会会合 会这个通过政治 通过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交融 最后他就 融合会 叫做统合论 这个 当时那样的学者 我们国内有一位学者在里面 非常积极的就是 已经过世的卫庸教授 所以他 跟一些老教授 我记得他们在 21世纪啊 这个在这个 ISC聚会的时候 非常不生唏嘘啊 觉得说怎么会 我们创始 会被搞成这个样子 各人是搞 搞革命的这些人在一起 到了99年之后 ISC的这个 Government Council 开始 结构发生转变 大量的这些 radical的这些 这些年轻的学者 进到了各种 我记得在 2001年开会的时候 大概有一半的会 你都不能想象 你走到哪里了 会上都是在讲 女性主义 就一个国际研究的大会 将近有一半的 panel 是在讲 女性主义 而且当时这个 研究女性主义的学人 真的是 一起从服务化 我们在那个ballroom 不知道开多 ballroom就是那种 大会 非常非常大的厅堂 几百人聚会的厅堂 我们大概办了 四五个ballroom大的聚会 当时办大聚会的时候 那些小的这种panel 都没有人要去了 那这个panel就是说 那大家一起去ballroom 去ballroom就是什么 就是听这些 有名的女性主义者来 来讲她的这个reflection 讲她自己在这个 在这个 学术上的任分中 当然也有 非常重要的 这种 学术界的大师 参加 像Cohen Cohen就去了 Cohen就support 这些女性 因为她的很多的女弟子 都是 都是这些人在 所以Cohen虽然不是这些 所以她被她的女弟子管不出来 她也很支持 这些这个 信学反思 所以2001年 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一个人 记得当时有个很有名的 叫做转 不知道转了多少 Stanford叫做 Buena de Mosquita 不知道还有人 知道她搞这个量化 我记得早年她被我们台湾起来好几次 讲的就是做这个game theory 大量的那种 她就 很感慨 她说 她说这个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性 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 她在这个 因为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学者 她这样讲 大家都觉得 比较没看见她 觉得非常有趣 当然 并不是只有女性主义在这个时候 冒出来 这些小的其他的 这些这些反思啊 这些运动啊 都在酝酿 我们讲这个后西方的国际关系的 怎么样我自己大概就是在1999年2000年2000年 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是 后殖民主义 进入到这个国际关系 大概就是 后殖民主义的这个危险出现在国际关系 这些反思的这些 也都是女性主义学者 因为当时女性主义里面有很重要的辩论 就是谁有资格做女性主义 这个比尔当一听就是这个 这个 白人女性主义者 他在这个大的思潮的这个 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种 一种 失落 因为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发现越来越多人来挑战 这个反思运动 这些学者也冒出来 也去这个反省这个西方的这个女性主义者说 你们讲的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学者 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这个东德的女性主义者 他讲说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发展的这个 去国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从职场退出来 我们女性不要不要进职场 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些女性主义者 简直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刺激 我们争取了半天 争取了这么久 说要这个 要这个资产的平等 我们要从职场退出 他说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以前女性是double share 我们既要在国家的这个范畴里面 做这个productive work 回家之后还要做reproductive work 所以你们男人回家之后就想说 我们女人从 被这个国家 是半边天嘛 你们男人工作 女人工作 男女要平等 结果回家之后 死情还都是女人做 所以他说 对 对我们 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劲的 依靠父权国家的方式 就是退出自权 退出 不要做你的productive force 所以这个 对于这个 美国的女性主义 一天就吓坏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 反思 让我们真的 争了这么多年 都白争了 所以 所以有很多的女性主义内部的反思 然后美国的黑人女性主义者 出来批评白人的女性主义者 然后就开始加入了各国的后殖民 就是殖民地 出来之后的这个国家 他纷纷地讲述在殖民地时期 女性受到了什么样 跟 就是男性学者 反 反殖 反地的学者说 没有办法什么想象到 一种 一种 细节上的 雅致 那包括影响到对于中国近代革命的研究 所以中国近代革命 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 就是 这个 共产主义革命 共产党的这个革命 这个19年的革命 它背后的很多的细节因素 然后又往前追追到新来革命时期 背后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因素 有些事情他们不去追我们都不知道 比如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哪些 这个学者是主张这个堕胎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这个是主张教材 这个当时 当时 就是已经 叛道 所以 女性主义内部它本身受到了来自后 质民主义 的这个挑战 所以就大家就开始议论了 这后质民主义学者 后质民主义的女性主义 后现代的女性主义 跟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 这三者之间到底应该是十三个关系 那么有人就问说难道女性主义也要搞什么问题吗 就是说我们女性主义也有 也要发citizenship吗 你必须是 第三世界来人 你必须皮肤有颜色你才可以做女性主义者吗 那我们白皮肤的就不能做女性主义者吗 就开始有人 提出这样的一种 辩论 等于是 我们这样的 这个知识 这个过程 这个辩论当然是这个结果 但这个辩论是 给大家很大理的 就是我们 彼此进一步的区分到底要分到什么样的 要 彼此抵抗 彼此区分要到什么样的 就好像就是说 后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对于白人女性主义者的这种 批判 跟这种 这种 敌意 要强迫对霸权的这种批判 那这个 这个不是很 很矛盾吗 但你讲虽然很矛盾 你想世界上 有革命史以来 不都是什么词吗 是不是世界有革命以来 革命阵营里面的人 他彼此之间的 斗争 大家讲说纳粹为什么会崛起 最主要原因就是 社会党和共产党都不合作 社会党和共产党 把这个 把彼此当敌人的程度 远远超过 把纳粹当敌人的程度 当然这个不是 不是纳粹革命而已 所有的 反抗运动都有这样的 后西方的这样一种概念 是在这种 这种氛围当中慢慢慢慢 出来 就开始 这些学者就在反思 就说那 我们这些怎么联盟呢 我们要realignment 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 假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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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onstruction完了 就只剩下我自己 那 我只剩下我自己 然后我怎么办 然后我不看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为什么会变成一种 失效的一条运动呢 就是说 但也不能说失效 因为 如果你现在到 这个全美国 到美国去看的话 哪一个大学没有 性质运救 哪一个大学没有 这个 学科里面 没有一两位 这个有这种性别 教这个性别分析的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鼓励性别意识的 这样的 选择 一定都有 那他为什么叫做 我们为什么讲说 失效 失效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 力量 人数 已经 扩张到一个程度 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establishment 他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 当然我相信这个 这个 所有的这种研究这种 生态的这些人 也像我们做这个 做这个public policy 一定要研究一个东西 比如说老鼠跟蟑螂 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麦点 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们会自我消灭 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你要 你要维持他们到什么样的 level 这样他就 他就只会在这个地方 equilibrium在哪里 要去找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开玩笑讲 就是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的一个equilibrium 到这个equilibrium呢 他上不去也下不来 然后他们在这里面 自己的规则就建立了 你要写任何关于 女性主义的东西 他们自己已经有充分的人力 可以提供审稿 提供出版 提供他们可以自己玩 完成一整套的东西 那他们就自身怎么样 所以他跟主流之间关系就 分开了 不论你这个 不论你这个研究怎么做呢 你都可以拿到经费 这个一大笔的整个 这个预算里面 一定有一个 大的chomp 是给你军主义的 那么你们这些人 打着一个大的chomp 就够用了 要再多你们之间 就会斗起来 要再少呢 你们就会跑算掉 所以大概就进入到 一个equilibrium的这个阶段 你的期刊也有啊 然后你这个发表的这个 场域也有啊 每一个出版社也有你的serious在那里 那你这个反抗 就变得无效了 因为你在 establishment 里面 你要review人家的这种文章 你要做你所有的technique 都是 主流来的 你什么review 怎么发表 怎么出版 出版之后怎么样 要自己奔 你所有的规则都是从 都是从主流来的 所以你弄到外面 你变成主流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开玩笑 讲这个叫做 收编 收编当然 颜伦讲的哪个题典叫做 getto ice 叫做平民固化 就是你看起来很rich 只不过你就是 可以这样的活而已 我这国家每年给你来做一次消息 把你们周边的这些 细菌杀一下 你可以继续活下去 因为你的人太少 你会出麻烦 又要跑出来搞不定 又出来散播新军 所以国家每年 每年还要给你一点 但是getto ice 把你这个 把你给平民固化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讲的民进主义 他 他并不是失效 就是他做一个抵抗的一个基地 他的力量 他带来的震撼性 已经比不上 这个过去 而且这个 主流的这个学者 也都学会一两句 这方面的话语 所以他可以来 保护他自己 他讲话的时候他会 看起来尊重 所以他也无限可責 你拿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种抵抗就出现了 一种必须要realign 的情况 就是说不能跟自己搞 大家关起门来自己搞是不会有效果 所以大家就要想要集结 集结就在想着 什么集结 集结在什么样的一种旗帜之下 我们非常客气 就这样 希望能快点进展 进展 集结呢 需要有这个旗帜 这个旗帜 是很难找的 旗帜听起来很 你找到之后听起来很简单 在你把他提出来自己 你很难去设想一个简单的旗帜 可以把大家都 都在一起 把大家都愿意都在一起 而且世上也找不到 因为你一旦找到这样的旗帜 马上有人出来反对 但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 就我们最主要的这个战场 当然还是回到这个 ISC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这样一个战场里面 大家在 在抵抗的这个过程当中 早期的抵抗 当然 第一个抵抗对象就是量化研究 因为这个量化研究 完全没办法 掌握到个性的产品 后来慢慢这个量化研究 不是 因为这个量化研究 它就有限了 就越说越说越说 它就说的有限 那你自己本身 要做什么样的研究 能够大家彼此集结在一起 很困难找到这样的东西 而且00年出现了 大家都知道出现了 这个 911事件 911事件就产生很大很大的震撼 对所有人都很大的震撼 大家在911事件 人家怎么样悬别 那么当然就是说 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同意 但这些反思学的 抵抗的学者 他们心里就觉得 这个反恐 用反恐这样的方式来应应 合理吗 2002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困难 当然就是 你能够用反恐的方式来应应 要就回想说 911这样东西出来 为什么我们 这个ISA 我们这个国际关系这个学队 在1191事件的时候 我们的话有这么苍白啊 就是要顾锡讲说 这个是对全球化的攻击 当然就开始来 捍卫全球化 好这个这个这个 主流的话就是捍卫全球化 这捍卫全球化 这不是太苍白了吗 做一个 反思抵抗这个恐怖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背后 而且 而且如果 我们讲说捍卫全球化的话 东西的第1个步骤 大家很多 最近还记得 第1个步骤就是 关闭莫西哥跟加拿大的编军 所以加拿大编写那个卡车要进来的人 哇 简直是大排操龙啊 排几天机业才能进来 他不是要捍卫全球化 他第1个步骤就是把 美国的国界关闭 然后他认为这是 对于全球化的攻击 然后他害过全球化 然后他害过方式 把美国的国际 就是这个思维是这样 非常倒狗 大家就觉得 有问题啊 你这个你对这个 反思不能够停在这样的问题上 所以大家还是回过头去找 这个 主流的国际关系里面怎么样引导到 这个反恐这样的一个事情 当时一个很有名的语问 叫Democratic Peace 是我们台湾最选用的 而且我们台湾的政府花很多的钱 去鼓吹Democratic Peace这样的一个艰难 就跟今天开始 准备花大钱去鼓吹Shop Power 那样的事情 今天我们国家 对Shop Power这个研究的 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投资 就跟 当年 我们投资 Democratic Peace这样的 Democratic Peace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大陆是穷民意义 那台湾是河北 大一大包 今天 今天我们在欧洲 在美国 在日本 全世界各地 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政府 去撒钱 去鼓励大家去研究这个Shop Power Shop Power讲的就是 中国对全世界的渗透 这个Democratic Peace 就我们 就弄了一个 Section 整个Section 在讲 这个 Democratic Violence 要跟这个Democratic Peace Democratic Peace做对抗 就讲这个 Democratic 这样的一种 一种 国际的主流的这个论术 实际上什么样引发各种各样不同的 Violence 当然 性别的后生意识的通通都在里面 但诸位知道这种抵抗也是 很有限的 因为你的这个理论的概念是 依附在 别人的理论上 你是反对他的理论出发的 他是研究 Democracy最后怎么样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 然后你告诉他说 Democracy实际上怎么样在世界各地带来的 暴力 你这样去跟他讲 你听起来你好像是在抵抗他 你这样抵抗他 但最后你的议程是依附在他的议程上 你对你自己本身的这个grouping 把他号召出来是没有很大方式 这个时候才慢慢慢慢开始命令 这种Post-West的这个概念 慢慢慢慢这样 这个 当时第一个想法 这些学者我并没有卷在 这一批学者里面 但是这一批 卷在里面的人 一大半是我 念研究所师的那个 哥们 他们卷在一起的时候 把这些欧洲的 把这些 印度的 把这个美国的 这些学者 聚集在一起 他们想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重新整理 世界各地 的国际关系研究是 怎么样 发生的 他就开始整理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 大家觉得如果不把这个 这样的一个知识 过程把它整理出来 那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说 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思维是怎么样卷在这个话语里卷出来 你是怎么样 进到这个话语要先去研究 所以 他们就会找这个 这个 Rodley 可以说是 Rodley在当时还没有到那种 当命的 今天Rodley已经是到了 非常非常非常当命的 Rodley就答应到基源他们做一个三系列的研究 第1个系列就是 到各国去找学者去 整理 他们国家的 对今天对国际关系研究 什么发生的 怎么来的 第1个系列就出一本 第1个系列出了一本 第2个系列 第2个系列就是要问说 我们每个国家在自己研究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他自己 跟主流过一样一样的那种 第1个 第1个是在问说 我们怎么走到今天 第2个在问说我们走到今天之后 我们跟主流的 或跟其他的到底有什么样的 共同性和差异 这个呢 里面 不难看出啊 就是说 出现 有很多 不得不做的一些现实上的这个妥协 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讲到我自己跟主流什么样的差异 我还是必须要以主流 作为一个对象来比较 然后每个人来讲说 我跟主流的差异 所以我讲的是我的差异 所有人加在一起 我们哄托出一个 可是你 没有办法 不这样做 不然你要怎么做 所以最后还是第2个系列还是怎么样做 到第3个系列的时候 他就进一步想说 那这样子好了 这三个系列事实上是原来就先规划好了 好 所以这个 大家也知道 第1个系列是必须要做农作 第2个系列具有妥协性 但是因为第2个系列具有妥协性 第3个系列要怎么办 要怎么样能够 来这个 挣脱这样的 束缚 就是 必须依附主流来来理解自己这种束缚 就问说 那第3个系列就把说通通都打掉 然后来问说 有哪一些是 自己 发生的 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在整理这种 我们用这种 国家为单位整理的这种学科发展 过程当中所看不到的 其他人 随便你都没写 就说 第3个系列呢 他就不是 找了国家 像第1个系列就要有国家为对象 第1个系列大陆找的就是完美 后来第2个系列就是找到大家来写 介绍其量 写中国的部分 因为中国都没有加到这个 主要的这个中国的国际关系 并没有加到这样的部分 这个我之后 会再跟大家讲 然后到了这个 第3个系列就是 大家尽量 随便写什么 因为反正你们都是 他是找学者为主 我给你的任务 就是你要写一个故事 你就写一个国际关系的实践的一个故事 或者写一个国际关系思维发展的故事 就是第3个系列 我参加了第3个系列的写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组织的过程 因为每个人 每个人从哪里来 从哪里开始写 不知道 就是这个编辑的很痛苦 编辑要把这书编起来 对读者变成是一个 友善 他可以读下去的 或许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大家是从不同地方冒出来写的 像我写的东西是 写 这个日本 韩国 越南的 这个学术界怎么样 面对中国 所以对他而言他们觉得这很棒啊 因为这个表示说你的中心不是 你的中心不是西方 然后 不是西方的中心里面还有一个 像霸群那样的中心 而这个像霸群那样的中心 又是被人家打垮的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他说这很棒啊你写这样的东西 那他怎么样去跟人家 组织结合在一起 最后来 因为我这三个系列 都出版 就在 你看到这三个系列出版了 中间将近有10年的时间 就从规划到第三个系列 完成出版 第三个系列出来的是2011几年 我们忘记了 2013还是2015 我们不太记得 这个Rowling 这个系列 一系列出来 在这个 在这个系列出版的过程当中 后西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 agenda就越来越允确 越来越允确 越来越允确 后西方就是 Post-Western的概念就出来 那这个Post-Western呢 如果我们从刚刚的一系列讲出来 讲回来 就很容易理解什么 Post-Western Post-Western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有可能不受到 西方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影响 在历史上 世界上每一个角度 都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影响 然后呢 西方 的学者 或者是 这个概念有问题 就是说 这个 来自 殖民 殖民母国力量的这个学者 他会试图 告诉你这是什么意义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具有反思批判 解放性的学者 往往也是殖民 母国内部的力量 他们自我反思 自我批判 觉得你这个 国家这个压迫 这个压制 他自我反思 所以他也会 他也会制造一种 化人的力量 告诉你怎么样反思 怎么样去抵抗 那 后西方的这个概念就是说 不管我们怎么学 就是后西方的主要怎么教我们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殖民母国的体制当中力争上 以及后西方 这个 殖民母国的学者 告诉我们怎么样抵抗 怎么样批判 怎么样 不要被决入霸权 我们都只能学 但是学了之后 我们所体会到 跟 我们 教我们的人 他要教的 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 一听也是常识 对不对 就是说 别人教你这个东西最后 你发展出了其他的东西 这也不是教你的人 他自己能够 他能够限制 那实际上 这个 殖民母国的这个人 他不可能掌握 殖民社会 事实上 殖民社会的人 自己都不见得能够完全掌握 因为我们对于 殖民社会 我对你的了解 早期都是 这种啊 对你的动物的 这个 植物啊 对你的动物啊 对你的矿物啊 对你的山川啊 对你的气候啊 这个殖民母国 掌握的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对你的这个文化 掌握不够 等到他开始要掌握你的文化 之后他的目的 是要改变你 他通过一种 语言体系的改变你 学这个殖民母国的语言 那你就可以成为 殖民母国有用的 productive force 所以我们要学英文 来学法文 然后学不好 还要 还要担心自己 讲的 这个 不够标准 那法工就是 翻写这样的事情 这个 但是 但是即使是如此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东西是 殖民母国 他没有办法找到 尤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什么样的压力要 要 迫使我们 要尽量装扮成 殖民母国的模样 让殖民母国的人都接受我 所以我在我自己社会当中的定位 因为殖民母国对我的认可 我在我自己社会当中的比较高 啊因为 这个这个也是 买办心态 大家都 很熟悉 那 我这样子的思维呢 殖民母国的人就找不到 我为什么要学他 我学到他以后 许得为妙为乔 但实际上我知道 我心里就觉得 就知道 我不是他 这件事情 就不是他那个问题 他以为我可以退出 殖民地变成他的一部分 我自己知道 我是退不出 因为他可以到殖民地来 他可以过殖民地的生活 他可以娶殖民地的这个 夫人 他好像可以很关心殖民地的 这种各种生态的这个发展 但有一天他不喜欢了 他就会殖民母国 他如果喜欢他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殖民地的人不喜欢 他的殖民母国还可以来帮助他 殖民母国的如果在殖民地的 受到了 很大的 一种 这种 这个 fictimized 如果是被殖民地的人 抵抗或者是对被殖民 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殖民母国能够假定他的母国 会在他的背后帮助他 殖民地的人 他在如果母国受到了迫害 他是没有办法假定 他的国家会来帮助他 就比如说你去想想一个台湾的人如果在 美国受到了 迫害他会认为说台湾政府会帮助他吗 他一定不会这样想 但是一个美国人如果在台湾碰到那 什么问题他马上就会想到他的政府 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退出 我到了殖民地 我事实上我到最后不喜欢我可以退出 我殖民地的人是没有办法推出殖民地的 一辈子退不出来 因为我永远会记得我是殖民地来的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装 你殖民母国的人才能够 认同我 所以光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 就不是殖民母国能够掌握 那后西方的研究 虽然研究这一类东西 就是要去研究就是说 在整个的 转化 学习 被这个 被这种 这个 这种 内 cimulation 这个叫什么 这个 韩化 还是叫什么 这个 被 被这个殖民母国文化 内化 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东西是永远内化不了 由于内化不了 所以他必须要做调整 那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大家因为调整的步骄不一致 或调整的过程当中利益不一致 所以大家 彼此必须要争斗 那这样一种争斗更不是殖民母国人所做的理解 所以后西方他就问了 他说我们是永远不可能 变成 母国 希望我们变成的那种人 我们永远不可能学到 来教导我们 这种先进文化力量的这种母国的人 永远做不到那样的 而且不但做不到那样的 我们还会做很多 我们不愿意让他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么后西方人就说那我们就来整理啊 我们把所有这种心态这种事件这种nuance 这种因为为了调整 而必须要做一些小的这种 这种 改变 然后怎么样隐藏这种改变 我们把这些统统整理出来 这就是后西方 叫post-western 每个人都被westernized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 真正被完整的westernized 这听起来有没有一点像那个寄生师讲的那个structure agent的过程 就是那个 结构 结构 跟agency 就是结构 结构是什么呢 结构永远不会提在那里 结构永远是一个process 所以不断要有agent去体会结构 去practice 这个结构 那不断的在体会practice 互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 大家所认知到 那个 concentual的那个结构 它就会不断的改变 当然就有人批评说根本没有那个结构 这其实我觉得这是语意上的一个问题 你记得是他是 社会学家嘛 所以这个结构这两个字很重要 因为这两个字他重要 社会学家 这个 所以他把它变成structuration 你这样听起来有点这个味道 但是差别当然就在于说这个post-western 讲的 这个structuration 是 是根本就是真正是根本没有那个structure 今天是讲的structuration 是有那个structure 是有那个大的structure 在做一个力量在那里往前 往前 这个力量包围住了一个人 可是后西方讲的那个 是每一个地方他都有他自己的 特殊性 每一个地方他有他自己的政治 他有他自己的生态 他在这个西方的引导之下 他怎么样调整 怎么样调整 最后变成了一个西方完全认识不了他自己 认识不了他 他也不能够透过西方来认识自己 的这样一种 尴尬的一种状态 那后西方他就出现了少数级的 key concept 就出现了 他第一个强调就是 差异 这个不稀奇 对吧 这个所有的这个 所有讲究的政治 强调差异 但是 他强调的差异呢 跟这个我们原来讲的这种 Postmodel 或者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差异 不同 女性主义跟 跟这种 这种这个 破责民主义 他追 追求的这个差异 他本身是一种 具有实质 内容的差异 就是 我要知道我是什么 而这Postmodel 这个概念就是 你没办法 讲清楚 你是什么 而这个 Postcolonial呢 他是要 讲得很清楚 我是什么 如果你讲得很清楚 我是什么 马上 你就 自己本身 就变成一种 亚迫的力量 对吧 这是很难避免 但是后期邦里面也有这种 也会出现这种景象 那么 这个后期邦里面有一些学者就 像这个土耳其的学者 他就特别强 他为了避免 在这个 在这个 回溯自己如何变得跟人家不同的这个过程 当中 避免 对别人产生一种 压迫或者是一种模范 作用 我们要强调的这个difference 这个差异 是一种 不同的差异 所以他叫做differently different 不同的不同 不同的不同呢 就是说 我跟你是不同的 不但我跟你不同呢 而且呢 我跟我自己都可能是不同 就是我随着这个发展 我会进入什么 所以differently different 他的目的就是要摆脱 大家在抵抗的这个过程当中 被迫 要形成 一种 共通的这个力量 你知道 主要知道在自由主义里面最有 我们去年东西你讲的就是这个 讲这个 自由主义里面最强的一个 概念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对所有其他的陌生人都有责任 一个陌生人 被人权破坏 我看了我都会紧张 那我就是自由主义 如果看到一个陌生人人被破坏 我想他跟我无关 那我就不是自由主义 像我们台湾的自由主义 陌生人被破坏 跟我无关 所以是假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他的力量在哪 他力量就是说他是一个更大的一种 一种哲学 一种宇宙 他 我认为他造出了所有的人 我 我这样信仰 所以所有的人 任何一个人出问题 都是我的问题 所以他被破坏了我就紧张了 因为他可以被破坏 我也可以被破坏 那如果我被破坏 他也要来帮助我 我是这样来期待的 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 我们讲说我们讲国际关系的关系学派 最大的一个关系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作为人 我们作为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differently different 背后的关系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有点要警觉的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都应该被保护 这听起来不是很像 这个自由主义的逻辑吗 虽然 虽然他们会很反对自由主义 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者 所讲的那个 humanity 是固定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 那个humanity 在这个地方 那他会告诉你说 不一定了 因为我这个人追求的是 跟我的 串理在一起 我那个人追求的是 跟我的家庭在一起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可能有 固定的humanity 你不能用我什么 什么是我的humanity 来保护你 所以他不能反对自由主义 可是他的逻辑很小 逻辑就是说 你要becoming different 所以 如果 你被 deny being different 那我要帮助你 这个就是很自由主义的 思维 对吧 这个就是 背后有这样的 anyway 他强调就是differently different 那这里面呢 不可避免 就算说 我说我今天是这样 我明天不是这样 你必须要去整理你自己的 发展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们把这个methodology 用这个 福克讲的这个 系统学 作为后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指导 Geneology Geneology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怎么样变成我自己 必须要从历史上来看 也就是说 我今天制作为变成我自己 并不是因为 我 结构上必然会变成我自己 这个是抵抗那个end of history 抵抗这个 抵抗这个 这种好像这个 历史人 议员的这个进化 线性使唤 就是说每一个历史发展点上都充满了 他们叫做coincidence 都有这个 都有这种 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力量让你做选 所以这个人在每一个点上都是 不断的在做选 因为他在每一个点上都 都在做不断的选 我的这个历史发展就不可能是命定的 因为每一个选择就可能改变的方向 所以要了解我今天为什么变成我 就要去到历史上去找 我的每一个不断的选择是怎么选出来的 理论上是可以不断的去找 所以有无穷的研究的课题可以撞 因为理论上 每一秒都可以在七分 分成半秒 分成半分 四分之一秒 每一个 每一个四分之一秒 你就可能都在做决定 所以你可以不断的 去找 你的agency 在历史上怎么样 把你变成今天的自己 这当然 也很强的这种 empirical的这种 压力 就是你必须要从这个 实证的经验里面去回溯去 去问说 那我怎么变成我自己 我怎么样做决定 我就算没有做决定 我要强说我有做决定 就是我今天 在一个没有历史的情况之下 我从 这个 时间点A走到时间点Aprime 我这样走过来 我做研究的人我要去看说 你时间点A走到Aprime 其实有另外一种走法 你没有选择另外一种走法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你没有这样选 你说我从来没去想过这问题 我就走过来了 你就走过来 你没有这样去想 但是 你不这样想本身 它也是一种决定 因为它就是要 恢复 你所有的行动 恢复你 对你自己的责任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发展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那么 你可能是在 这种 被迫的情况下做选择 那也是一种选择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 就决定抵抗被杀掉 那如果 抵抗的人多一点 历史就不是这样走 所以你没有抵抗 所以你也做决定 所以每一点你都在做决定 那这个当然是有无穷的 研究课题 我们永远可以到历史上去找一个国家的 怎么样进入到国际体系 他的所有这关要决策 怎么样发生 怎么样因为 政治斗争 里面各种各样的考量 个人的那种选择 个人的意识形态 个人跟 美国之间的关联性 你可以不断的去找 然后去解释 为什么在这一点上 他做了这些事情 在内地上做了那些事情 你可以去解释他 这样他就变得厚西方 那他的 他的这个 powerful在哪里 他powerful就是在 告诉你说 你就不必再担心 要用西方的标准来检查你自己 而你也不要天天觉得 就是说你被西方在哪里受西方影响 你觉得很困扰 你必须要摆脱他 你不需要摆脱他 因为你没有办法 他已经在你的生命 但你也不要担心说 他在你的生命里 没有办法把你变成跟他一模一样 因为你本来就不一样 别人也不一样 西方自己也不一样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种 思维在讲 讲这种 后西方的国际关系 所以 后西方的国际关系 他的逻辑其实是很简单 他就是在讲说一个 被 被殖民主义 无所在能想到的一个社群 怎么样变成今天这样一个 位置 又在西方的阵营里 但是又不完全是西方 又 既不完全是西方 又不见得能够找到 又不能够 又不见得能够完全固定自己 要怎么样的发展 所以 他就把一些可能性都在打开 所以所有的政治正确性都变得是 没有意义的 这是他 powerful的 就是他 应该叫做selfie power 他可以知道 自己是正当性的 我今天是在这里是正当性的 然后我每个人自己要做选择 我走到下一步 什么样是应该走 这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你依赖自由主义是没有用的 你靠民主主义也没有用的 你必须问你自己 在自由主义 在民主主义 在 这个女性主义 在家庭 这个所有的这种生态 科技 享福 物质力量 在所有的这种诱惑 压力之间 是你在做的 没有别人的帮助 所以他是 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 非常非常 这种 我们这个 后期段里面有一个字 很重要叫 sightedness sight 就是 地点 sightedness 就是说 我所在的地点 我所在的地点 其实不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这个physical body 我这个body 本身就是一个physical的sight 所以每个sight 它有sightedness 这个sightedness 怎么叫sightedness 内容的就是我的 Genealogy 我怎么要从 过去变成到今天 我就是一个Genealogy 然后我就变 因为我有Genealogy 所以我就有sightedness 因为我有sightedness 所以我就是different 一定是different 那因为我是different 我做所有事情 我必须要对自己 所以它背后的 ethics 就是那个伦理的 意涵也就出来了 就是你必须要对你自己 要负责 不是说别人可以对你负责 你下午要怎么走 你必须自己去思考 那这样的一种思维呢 这有趣的就是说 在我们讲的 中国的国际关系 属性 好像没有 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思维 说中国国际关系 没有讨论后系统 他们已经 有不少人被 邀请参加这样的 讨论 引不起情绪 去参加讨论的人 也不太能够 掌握到 其他人的讨论 后来有一次我在大陆 到南京大学区 他们说 假决讲一个什么课题 他们讲说 我其实这个题目在大陆讲过几次 第一次在同济大学中 比较有幸 讲 第一讲是讲后协和国际关系 我觉得我讲完了之后呢 大家觉得很有趣 但是 不是真正能产生对话 后来我在南京大学区 直接讲说 为什么中国不会有后协和国际关系 这个也不好讲 因为 你要先讲后协和国际关系 才讲中国 为什么有后协和国际关系 这也不是不好讲 在我的反省里面 我觉得中国是很难有 后协和国际关系 因为后协和国际关系 也不能讲中国很难 应该讲说 在中国的这种语境里面 很难去培养 后协和国际关系的意识 但你如果不在这个语境里面 是一辆别人 你比如说你进到三海经的语境里面 你当然就很容易开始去 找学这个差异 因为这个sight 各位知道 是一个sight sight就是我这个physical 我是跟你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 去这个从这个 卢家的这种 社会关系的交往 来 来思考 你到底 怎么样 作为你 我是不关心的 我关心的是 我跟你怎么样相处 我们之间是朋友 还是我们之间是师生 我们之间是同事 还是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 我关心是怎么样跟你 教我 而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社会并不会去 这个鼓励我们去 Explore 说 哎呀你作为这么样一个有趣的人 我要来了解你 你怎么会是这样子 就好像三海经那个妖怪 要去看那个妖怪 聊资之意里面要看这个鬼是哪里来的 说你好 curious 我觉得很好奇 curious 儒家文化里面没有curious 而且curious是不好 而甚至 你去思考 在儒家文化里面 朋友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 对吧 我们讲这个 君君臣臣父母之子 这个有五人啊 君臣父子的 夫妇 兄弟朋友 朋友是很糟糕的 最好不要有朋友 但是你不可能 这个社会上不可能没有朋友 不可能朋友是告诉你说 你朋友要怎么做 要君子之家淡如水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太深度的交往 你朋友 什么东西 我都不收的 你说你送我这个 多少马车 我才不要 但是如果你送我说我祭祀的时候 你送我一块祭祀的时候用的肉 就是我的朋友 所有的朋友 是要围绕在 其他的世人 朋友的问题是要来 support 或其他世人 到此为止 如果再往前发展的话 那就糟糕了 那你不是好朋友了 那就是 随者三有 那你就会开始 因为交朋友 而松懈 对其他世人的 义务 所以朋友是很不好 有朋友是远方来不一定的 要远方来 因为远方来的朋友 跟我没有这个利益的纠葛 他跟我谈什么 他跟我谈一定都是问道 不然为什么 他会告诉我远方的人 怎么样执行 其他的世人 给我一种好的这种 模范 然后我会跟他交换 这样的东西 所以朋友是很危险 Sightness Curiosity 就是要你去 研究 人家是怎么样变成人家的 这个非常的 在我们的观念里 是很出血 你像一个 这个 一个 一般的这个 主流的社会科学 叫我们研究生 主流的社会科学 很重要的就是要 Curiosity 就是你一定要有 Curiosity 所以你的老师不会教你 说要去怎么找 研究课题 你自己要QS 你自己要根据你对理论上的兴趣 去找这个 这个理论上没法解释的 毅力 你要去找这个毅力 然后就要去研究这个毅力 为什么是毅力 然后把那个毅力 变成不是毅力 这是我们 找研究课题 最多最多就是这样 没有人会告诉你 如果你到大陆去了 你要去念一个博士班 你进博士班的时候 老师一告诉你 你的研究课题是 你去做这个 你也没什么Curiosity 你的责任就是去 去做 你也不需要对它有Curiosity 研究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任务 它不是你的那个 它不是你的Curist 在这个社会科学传统里 你要有Curist 所以每个人都问说 你为什么做这个课题 你课题哪里来的 你要只要把你的课题 放在文献里面 怎么样对文献有贡献 这个是你要 你要问的这个问题 你这个后期方的研究 就是要去找这个 要很Curiosity 要去整理呀 把人家的那个差异整理出来 我记得也是在2000 年 2000 2000几年吧 不知道 0304年的时候 我去开一个会 就好 我这批人 一直摆开 那时候很 很高兴 第一次被编到那个 大会的那个 Theme Panel 里去 我还觉得说 Theme Panel 有什么了不起 有一个同仁跟我讲说 嘿 Theme Panel 代表 Prestigious 你现在是 Prestigious 你现在进到Theme Panel 里了 那个整个Theme Panel 当然就是搞这些 后西方的颠覆的东西 我旁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就跑到这个 拉丁美洲做研究 好像是厄瓜多吧 做了一个研究出来 然后就把厄瓜多里面 一个trip 怎么样 吸收西方进来的东西 怎么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颠覆 怎么样 人家跟我搞不错 他们在做什么 就把他讲出来 我越听他讲 就坐在那边 我就越不安了 后来闻到我讲的时候 我就跟主席讲 哎 我说我先不发表我的东西 我先回应他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 你一手研究的对象 听到你把他们这样一种颠覆的 那种self-empowerment 或者讲出来 你觉得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他认出来 我说 如果你把他讲出来 引来了把决 就把他消灭了 他高不高兴 还是他宁愿 他宁愿 你姓白眉 他就做这样的事情 自己很高兴 他说我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说我也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你这样讲 让我想到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 很简单 所以后来我们那个 派人就开始讨论这样的 讨论这样的 就是后来就开始讨论这样的一个课题 这个 问题就是这个 那我们去整理它 然后把它讲出来 这是 这是 厉害的 你是后西方的人 如果 后西方的研究 如果要仰赖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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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研究的成果 必须要 represent 当地的 就是你 你可能减少忠实的 那你的目的 是要反发 你的目的 是要告诉 人家说 你这个 是没办法控制 人家就是 人家这个样子 你是感觉不了他 那你是要alert 可欠厉害厉害厉害的这种现象吗 还是说 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要反 霸 结果你用人家去反霸 就是人家变成你反霸的工具 那你自己在哪里 你作为一个学者 你自己在哪里 那自己不需要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大家都要反思这样的事情 那中国国习关系里面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 他就不鼓励大家去 有这样的 curiosity curiosity在我们的 在 中国的学术的知识文化里面 没有curiosity 这种 这种认识论 没有这个 他不是去发 去发现你有多么不同 不同 不是这样的一种 不是这样的一种 intellectual tradition 他关心的是说 你作为你我作为我 我们如何共同 存在 我们共同存在的机制是 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共同存在 实在不能共同存在的话怎么办 送礼 其实 其实即使是我们已经共同存在的 你要通过不断送礼 就是我送的礼是要用来reproduce 我跟你之间原来我认为已经讲好的那个社会 所以我送一个礼这个礼是适当的来reproduce 那个社会 如果说我跟你没有关系 我就送一个礼 让你来 告诉 我们之间是有relationship 所以你就不必把我当敌人 你看我已经送你一礼 最好你也送我一礼 最好是这样 如果你不送我再送你 试试看你送 如果送三次你都不送 我开始可能怀疑 你是不是对我有 不好的意思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 人际交往很简单的 一种道理 但我们不会是有要去研究人家 有curiosity不是我 不是我的这个学术的这个程度 如果后期上的研究它的体能 是你必须要有curiosity 你必须要对人家如何differently different 关心 甚至保护 那难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个有兴趣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它怎么会说 他关心的是中国在世界上跟人家怎么交往 那我怎么去关心你恶瓜多的一个tripe 怎么样在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系统里面 怎么样svive 你的怎么样svive对我会有什么 寒意吗对我没有寒意 那他可能觉得 但是对后细胞内而言 这个寒意很深厚的 对不对 因为我把你研究出来 就表示我也是这样 这我刚刚讲这个时候里面有这种 冥冥之中有这种自由主义的这种方法论在人面 我要我要去到各地去找 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去保护人家 虽然 我要保护的他不是说 我认为他应该正常 我要保护的他是 我发现他认为他自己应该正常 的方式 我能这样去保护他 是 这个这个听起来其实跟这个 中国的国际关系 或外交原则并不 汉衡 并没有汉衡 因为大家讲不甘胜主义 然后 每个地方怎么样发展 应该让他去发展 但是 中国讲说 每个地方 该怎么样发展 让他去发展 并不是 Appreciate 你的difference 我根本不 Appreciate 你的difference 所以你那个地方杀了稀巴烂 我也不会去解决 所以我并不是因为 Appreciate 你difference 所以我不介入 不甘 跟这个 后期方讲的说 你后期方的学者一定也会 很受不了 如果说有这个 如果你 Eguardo的tripe 最后被霸穴 进去说 那你不行 你不能这样搞 我要把你塞了 我把你重新difference 那这后期方 你不去抵抗 所以这个就跟 这个中国讲的那种 non-interventionist 好像尊重当地的实践 是第一样的 中国所谓尊重当地的实践 是说他跟我无关 我也跟他无关 只要我们两者之间 怎么相组 就好了 所以我关心的是 你那个地方 哪有什么 什么样的能够代表 任何的代表 他都具有虚伪性 这后期方的 不断的编户 就问 说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被代表 没有人可以被代表 所以我去研究 你怎么样 不可能被代表 这是后期方的一个 philosophy 所以后期方国际关系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出现 第一个他就是 非常重视 是Site 然后这个Site的内容是 Geneology Site 分Geneology 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反省 就是说我们可能 啊 如果 刚接触头的系方国际关系 可能也不见得适合太深入到反省的里面去啊 但我们可以做一些 还有 还有五分钟 我们可以做两个简单的反省好了 第一个反省就是说 因为 因为这个 以Geneology为内涵 就是以西部学为内涵的这个Site 它不可避免引寒的一个前景 就是说历史是往前走的 已经过去的是不可能推腾的 你已经被改变了 所以你就不可能 回到原来的地方 所以你已经被西方改变了 所以这个国际关系学界里面有另外一种相对抗 这种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运行 跟这个post-western international 运行去稍微不妥 这个non-western 就是 现在越来越组织 这个non-western 跟这个所谓的 俄国IR 也开始 等于就变成是ERRE的概念 就是说 non-western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到 每一个社会去找 被western 力量影响之前的那个 传统当中 有没有一些 可以让我们来理解今天国际关系的 知识资源 就是要回到那个 传统之前去找 如果你都找到了 那你这个IR 国际关系才是全球的 不然你这个国际关系都已经 永远都是被西方影响到 所以你一定要到那个传统之前去 叫non-western 这叫non-western IR non-western IR你必须非常非常的historical 非常非常的philosophical 然后你才有个避免 重新巩固 某一个不存在的那个想象的中心 就叫做西方 后西方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后西方 所以 你不必担心西方 因为不存在西方 可是每个人都是后西方 如果要说明自己的后西方 你不可避免的要去拿 影响自己的那个西方 来说明为什么自己不是他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就很 不自觉的 又巩固了 某一种 想象的西方 虽然你所想象的 跟我所想象的不一样 但是你就会 想象中 明明中有一个 ontological 你没有办法 抵赖你 西方在那个地方 告诉你说 我已经不可能是他 所以某一种 这种 某一种把 西方国 评论 评论 评论